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正好跟文化部有一个活动在这儿 还有什么朗朗还请你这上节目都来了 对对都是有表演的 他还写着个歌是吧 对对对我是给青年周写了一个歌 他这还有个青年周 就我们国内有一个国际青年周 也是来这儿一个推广的活动 你一说这青年我想起来 说是伦敦市长就说说话幽默嘛 说是这个奥运村嘛 说五天发的那个十五万只避孕套 都被抢光了 没有了不得已 加料加送 后来伦敦市长就说 我们的口号是激励下一代 不是创造下一代 青年周 你看你这音乐人 你喜欢看球赛吧 我特别喜欢 你昨天看了是吗 我反正我都看林丹 但是现场没票就没办法 也只能在电视机前看 现在谁谁有票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 但是这个照片李永波的这个心情 据说出来这个笑话了 说是林丹一拿这个冠军 林丹是躺在地上哭泣 然后李永波上前就开始摸他的脸 你看看这个照片挺逗的 李永波上前摸他的脸 然后再看下一张 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 然后终终不对劲你知道吗 然后你再看下一张 诶 强吻了 这网友 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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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啊 说李知道不要忘记 谢姓芳还在看台上看着呢 哈哈哈哈 这是真吻的 没没没 我不知道 他们标题说是强 强吻啊 诶 你看出点什么大胆了 林丹这个 没有 我觉得就是 因为真的可能挺不容易的 他们就是宣线 一种情绪宣线 我觉得这种可能真不能排练 有点像音乐里头就演到高兴 杂吉他一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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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种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一枚四年一次 而且对于林丹来说 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 他赢了两分 那个体育总局的局长也来了 刘鹏 刘鹏 他现场观看 然后李永波那样说 领导来了我们就赢吧 哈哈哈哈 早知道刘鹏多去点地方 哈哈哈哈 然后你还说有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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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叫李毛子是不是 还说了一句什么话 李毛子这个一语双关嘛 香港人不是叫免死金牌嘛 一直有什么 然后他就说了 叫金牌可以免死的 就是说赢了 赢了 什么都没话说了 之前的这些东西 网上也有个调查 有几个选项有一个说错还是错但是好像一半就最多网民呢意思说功过相抵 这个金牌是可以弥补那个错我自己觉得功大于过但是过还是过功是大于过 你这也听说了吗就说这个玩规则啊这个这个争议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认为一定要赢啊 说实话我个人是比较偏向于同情弱者的啊就其实我特别喜欢足球啦什么的啊就像就像英国啊就我特别喜欢英国对足球但是好像从来没赢过 我特别喜欢他那就其实我觉得当然要赢得金牌是真的非常棒我们也替他高兴什么但是同时我觉得还是要有职业的那个精神我觉得就是总之是不好 我觉得如果我我我我没看那场如果我看了我也会觉得就是嗯有点丢人吧 而且你看这个他说的这个啊其实失败者大家都应该感谢失败者当然因为就说失败者在抬高着你的水平你比如就说这个什么千年老二这个称号这个那个王王我先先说篇广球那个王浩几届的第二世界一流的水准 实际你能打赢他你这个比赛的这个观赏价值何等之高现在还有人感谢 李宗伟就说他跟林丹是就说西门吹雪和叶无城然后就说羽毛球史上没有这样的高手对决连续这四次打赛上两个人都决赛碰上了而且呢第一次是全输 0.2输给林丹但是呢下一次就是所有人眼瞅着他在接近林丹听说到上一次就差一点点所以说就认为啊他将超越林丹结果最后这应该是两个人最后一战 因为四年之后可能就不会再 他们别的比赛还会打到 因为羽毛球每年都有重要的比赛 抱怨呢 什么什么什么亚洲的冠军杯啊什么Thomas杯啊什么什么 他前几年还有一次他们期待他们打结果林丹突然退赛 你记得吧那时候闹成轩然大波就是大家期待林丽慧 结果没出现结果李中伟就跟陶飞克打就跟印尼那个打 所以林丹还没出现 其实呢中国羽毛球呢一直没有拿过的金牌呢是男子双打 这回拿了 这回拿了 但是呢以前为什么一直拿不到都是碰到南韩就是韩国运动员 这次不到怎么韩国运动员前面先输掉 所以这次就全包了 有评论说女双啊其实最不必要搞计策 因为女双啊无论这个两个哪一对好都是可以赢的 你看为什么因为过去五届都女双都是中国的多少年都是中国 所以他 徐老师好没必要不当家不值的柴米贵啊 他要双保险啊中国人办事就叫板上钉钉咱哪能丢了呀 那就简直是不可饶恕的就是你是要越是这样的金牌稳拿的 说不定这个领导啊 责任越大 他责任越大 你要没拿这简直就要出事故了这就是 所以我说徐老师这次我发现是真球迷 哎呀到门口等票了 他就住在温布利球场附近 你看看徐老师有照片温布利网球场 哦这是进球场时候的情景 你再看下一张 这个是买不到票的 买不到票的 市中心 其实英国人呢看网球的对比咱们看什么球都厉害 不是昨天对他们是意义重大的人 因为他的穆雷啊前一正在温布尔登他打进决赛 英国人七十五年没有拿过温布尔登 所以那场球的票找到一万报 一万报 输了输给菲德尔 这次呢又居然又重新打进去了 我是明知道没希望到门口去看一下 而且在英国我发现也是主场作者 我怎么听他们解说是不是 说是一百零四年来第一次有英国选手 在本土奥运会上拿了这个网球的冠军 对应该是 而且你知道下一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办网球 对对对 但是呢当然赢了以后他们其实 因为很多人在说菲德尔情商高 让给他们也不知道真的 对对对对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下面啊 徐老师拍的这个照片啊 我觉得跟你这个旅行摄影家 有可以交流的地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搭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会领悟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教藏晨阳 经典江湘 喜酒 教藏1988 你在看 徐老师看这个体操比赛 总算是看着中国人得金牌的比赛 咱们给这个照片出一下 这是周凯 我这么近距离拍到他 你再看下一张 奇怪吧 周凯得奖的时候 我这一路照过去好像日本组场一样 对对对 他们这个带国旗起敬啊 中国国旗也有 但是很少 日本人到哪儿感觉都是组团去 但是你再看下吧 我们大家这次都有个任务是找美女 徐老师找一个 哎 还行哈 徐老师讲讲你跟她的故事 我是贯彻她的指示 她说看到女的印象深了就拍张照 你再看下一张 诶 什么原因呢 前面那张我拍的挺好的吧 我就跟她打招呼 我说我拍你的照 你行吗 她说行没问题 但是要拍的好 然后她看了一下 她说不够好 她就摆开那个架式再来一张 摆个姿势 一百姿势就不怎么样了 没错没错 就一百姿势 她出了本书呢 她她专门到各国就是拍面 拍外国人的脸 就是出了本书 我觉得是那张好 因为自然嘛 她并不知情非常棒 而且其实那个该有的情绪都有了 对 一眼就看了 然后第二张她也看了 我说一次better 她说much better 她说好管道 这人没有自知之明啊 没错没错 这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真不一样 因为呢 英国人呢 已经是认为是很拘谨的人了 就是传统上认为很拘谨 但是基本上你看 你给他一拍照 你说我能不能给你拍个照 几个球迷说 哎等一等 他我给你演一演 把我们国际弄起来啊 他很他很配合 你要是跟中国人可能就拘谨 就不就不容 我觉得跟中国特别时候嘛 比如你在赛场了这种 我觉得他们愿意 嗯 但是你要在大街上 我觉得英国人还是拘谨一些 跟美国人不能比 他还是没那么愿意 实际上法国人欧洲人都不如 美国人更加友好一些 就更加看起来傻乎乎的 比如说 我早晨在扫街的时候 一出来碰见人 你跟他说一个早晨好 他会 哎有点 因为很早嘛 他会有点就是提防心 嗯 但是美国不会 对 中国当然基本上 但如果你要是在赛场 我估计没问题 大家都愿意展示一个好的那个 是是是是是是是 你你这个观察还挺敏感的 嗯 这个英国人呢 他确实是 实际是有点拘谨 嗯 骨子里有点冷漠 甚至他有点那么个劲儿 就是不用 所以为什么是尊重隐私的国度 嗯 他不愿意你介入他的一个私人范围 嗯 甚至咱们原来说嘛 你问 出此交谈说你叫 我叫什么名字 嗯 这对他的形成一个压力 嗯 因为你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是不是 我现在就要告诉你 嗯 我的名字 他对有时候觉得有点拘谨 怀疑 嗯 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点 就是怀疑 嗯 我没亲身体验过的东西 他不信 他不像黑格尔那样相信一个绝对的理念 嗯 他也不像法国人那样相信这个人性善 英国人就是从来 据说是跟天气有关 是 他的天气就不可信 是变幻莫测 变幻莫测 变幻莫测 可是呢 这么一个不叫民族吧 这个土地 这个天气下的人们啊 他却产生摇滚乐 嗯 这个我觉得亚东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这次我们去看了这个开幕式啊 我觉得是摇滚音乐节啊 而且我才发现呢 过去我在各种这个bar里边 陶醉过我的那些熟悉的音乐旋律 我这才弄清楚 哦原来全是英伦这个土地上是 是 英国一直以来就有这个传统 我觉得比如说像当年 比特斯去美国啊 那可能其实美国特别多大师 就是当年的访谈都是很不屑 就是说怎么这么一个乐队就这么差 怎么会那么多人喜欢 他们觉得音乐完蛋了什么的啊 但是到一直到现在那些大师都翻过头来去去演奏比特斯的音乐 嗯 说明其实啊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音乐这种真的不是竞技体育 没什么可比性啊 不是说谁弹的快谁第一 或者谁跑的 这跟这都没关系 和技巧技术都没关系 还是和人的情感有关系 那到了一定时候他突然发现比特斯的音乐 哦原来真的打动到我了 他他他在你的他他超越语言的那种感觉 嗯 那所以那些大师现在都回头去演奏他们的音乐 很多很多很棒的乐队 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乐队也非常多 英国啊 英国对我觉得英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独立最自由 我最讲这个的至少数啊 我觉得他们非常要自己的的的感觉 嗯 不要一样 比如英国我觉得他的音乐种类可能也是全世界算最多的地方 是 各种不同的类型 你很难说哪一种是主流都没有 呃rock里面有indie rock什么的就是 对你说相比之下 为什么咱们觉得中国的消费这个音乐啊 你感觉就像中国的很多事一样 都是一阵一阵的 比如说崔剑那阵咱就觉得是摇鬼乐的 黄金时代好点火了那么一阵 但是后来好像就慢慢无声无息了 好像什么都是一个潮流刮过 但是实际上你看在这个地方啊 嗯 好像所有的音乐都永远存在的那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 中国就是什么过去流行西北风啊什么的 嗯 比内地也流行过一阵呃乐语歌 没错 然后突然满大街都是乐语歌啊 完了以后就是流行摇滚就是摇滚的 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大家好像 我认为还是没个性嘛 很多人没个性就是隋大流最近谁红 就大家一窝蜂都去听 嗯 都去也不不太去思考 运动文化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可能就是 心什么抓住一点吃一点 嗯 英国呢 哎我一个问题啊 我这次运动会我这是注意到很多细节 比方体操场啊 我们本来只知道女子自由体操是有音乐伴奏 嗯 其他的体操是没音乐的 嗯 可是我这次到了现场才发现他音乐不停的 嗯 他只是把声音调低 而其实这个声音低了其实也还蛮响的 我就不知道其他地方的体操比 因为我原来的印象是安静的 就是到了男子的这边 蹦蹦蹦的脚的声音都听得见 嗯 他这是基本上田径场上更有意思了 根本一个DJ在指挥整个节奏 一有人解说 DJ就把这个声音放低一点 嗯 然后还有跑的时候他跑一万米吧 嗯 他跑到圈数紧张的时候 他的音乐就是跑的这种音乐 哇 所以 所以 所以整个这次的奥运会啊 基本上是个音乐奥运会 在我看来 从现场来看 非常棒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 德国 法国 没有这样领导世界的流行音乐呢 他们是古典音乐 对 其实法国很少 也有新的乐队 比如法国有个L也很有名 但是也还是属于小众的 嗯 他们就不像这边比如像Radiohead了 像Muse 啊 太有名了 几乎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这种啊 是仅仅因为语言的限制吗 是文化 我觉得还是这个地方的文化 譬如说您刚才说他的赛场就是这样 嗯 他们就比较 我觉得更享受一些 嗯 就不是那种紧张感 我觉得包括他们开幕式 嗯 我觉得像B幕式 就太欢乐 说的有意思 就特别欢乐 感觉啊 比完了吗 没错 就是没有那种紧张感啊 而且非常幽默 特别 特 我觉得特别轻松 那种感觉多少会 会 我就昨天我还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英国人这个交谈呢 讲究这个英式幽默 嗯 是吧 嗯 其实他人人都这样的话 你得想到啊 他是个全民族的智力训练 嗯 我们不讲究就是说这个人呐 言谈话语之间 你能不能把话说的好玩一点 嗯 拐个小弯 是吧 其实你说这等于天天在进行一种智力训练 就是我说的话啊 不能够跟人云亦 你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问一个英国人说 哎 你这那个姑娘漂亮不漂亮 你要咱们怎么回答 但是一个英国人他就肯定不能那么回答你 他会说哦 这不是我已经结婚的人考虑的问题 你看他追求有点意思 我觉得这个会产生艺术 是是是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为柴杜丽凤凰大事业 她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星之一 性感与理性感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她美艳无双 风华绝代 却在三十六岁 却在三十六岁骤然走向生命终点 是什么炸干她的花样年华 并最终把她推向死亡 揭秘一代性感女神的民养人生 纪念玛丽联盟路逝世五十周年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全场千年亮造工艺 历经天宝工藏 红花国色 降向典范 红花狼 这条河 这个镇创造了中国酱酒传奇 古镇老酒 上片人生 贵州茅台镇 古镇老酒 现在我们又到了大英博物馆 这个也是我来英国的一个主要目的 这个上次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地方得再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啊 这里面看了三次也看不完 这个 这个多少 二十可以给 这个可以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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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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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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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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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虽然有了他的领导,我觉得有了他的领先,才使美国的流行音乐有时候有点挑战,有点方向,要不然美国的这个,我觉得英国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领导美国的文化。 对,我觉得他们很难拉起一个队伍来,我觉得都是,好像每个人都在各做各的。 你随便大街上看,像我昨天在街上走,看见一段恋爱的,一段年轻人穿着白大裤上的各种学手印,都是画的,眼睛就有一拳打到眼,感觉就感觉两个人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一样。 大街上特别悠然自得走的,我就去拍,拍完了以后,我说是我有毛病吗? 这位人无误,舒适无误。 舒适无误。